最近中午用餐時間 自助餐店忙著端菜出餐 由於有肉有青菜種類不少 但這一個便當引起熱議 有媽媽在臉書PO出便當照 說女兒帶回家的便當 一樣豆腐兩樣青菜加上白飯 要價65元讓她難以接受 打電話詢問店家認為 三菜一飯太貴了 沒夾肉也沒零肉汁 店家回她現在菜價很高 低銷65元有附湯可自取 婦人又說小孩沒內用搖湯 為什麼有低銷有貼公告嗎 店家則說不然請妹妹再來 我再算她便宜一點 阿姨這菜怎麼算 我說照你夾的量算 我不能跟你說一樣 菜就是多少錢 她說好 我說妹妹我們有低銷 她說好 那天我也跟她媽媽講 我們通通都有成本考量 現在是物價漲 而且青菜現在每天每天下雨 菜價也不是說很便宜 店家出面澄清 當天確實有告知低銷是65元 湯和肉燥也能自行取用 是合理 因為現在很多自助餐 也有訂低銷 我比較比較節儉的人 買65塊是最經濟的啦 我覺得是合理的 我們學餐差不多都這樣子賣 因為我們學餐 但是它是秤重的 它不是算菜的 只是為什麼便當要設低銷 店家透露租金及人士 都需成本開銷 民眾消費前可以開口問清楚 在下售 下輩的新聞陳平好 陳怡姐台中報導 高一邊 高一邊 現在去坐 cause